這次我本來要買一隻師妹人 也正常給他泡淡水浴 但沒想到三分鐘過後 盆子的下方竟然有一點一點的蟲 那不用懷疑應該就是被你珍惜蟲了 那這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泡淡水浴竟然能泡出蟲 所以我就趕緊再重複做淡水浴幾次 確保他身上是沒有蟲的 以免放進去感染到整缸 那這次也藉由這次的機會 我就來好好介紹這個常見的海水寄生蟲吧 基本介紹 貝尼登西蟲 學名 呈白色扁平橢圓狀 蟲蟲同體 蟲軟直徑大約是2-4毫米 蟲蟲體長可達5-12毫米 是一種可用肉眼觀察到的海水寄生蟲 還有另一種叫新貝銀登西蟲 學名 尼歐彈 他們的體態和生活期性其實都很相似 但這種新貝銀登西蟲比較少見 因為他的宿主性比較低 也就是說他比較會挑宿主 比較難搞 所以主要是貝銀登西蟲比較常見 那他們常寄生在海水魚類的塞啊 旗啊 或是體表上面 然後寄生是利用兩個前勾 勾住複子 再使用煙布來設施 貝銀登西蟲的生活史 那這個圖喔 大概就說明了他的一生 他的生活史比軟圓啊白點這些都來得簡單許多 先看到1這邊 他是貝銀登西蟲的軟 他的軟後面會帶著一條絲狀線 然後軟成絲面體 大約過4-6天後 軟就會孵化變成O 肉蟲就會開始尋找樹族 找到樹族後 大約12-14天 就會開始性成熟 然後就會開始脫離樹族 然後把蛋 產在一些像網子的地方 就是類似像C那樣 常見的症狀 你會很明顯的觀察到 魚的體表會有白色米粒狀的蟲體 然後魚肢會出現摩擦身體啊 呼吸急促 魚肢不開 體色暗淡 體表分辨物變多 葉子死 出現細菌感染 這些都是蠻常見的症狀 所以只要你注意到魚肢的行為突然變得很怪 和平常不太一樣 那你就可以注意看是不是他生病 感染的途徑 感染的途徑有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將帶有病原的新魚放入缸內 造成缸內魚肢的水瓶傳染 還有另一種是將一些可能帶有軟或幼蟲的海水 或是活石啊 帶入缸內 造成缸內魚肢感染 治療的方法 比較沒有可治療的藥物 但因為前面提到它是海水性的寄生蟲 因此啊 淡水就有很好的去除效果了 藥物利用淡水 讓貝林燈西蟲的滲透壓改變 使得它脫離宿主 那首先 先來介紹一下魚肢的處理 先將全缸魚肢做淡水魚兩到三次 你可能會想說 只有一兩隻有感染到貝林燈西蟲 為什麼要全缸都做 因為只要有一兩隻有 通常整缸都會有 所以保險期間還是整缸做淡水魚 那做淡水魚的時候 要多注意魚肢的狀況 然後做調整 不要魚肢已經很喘了 你還給它做很多次的淡水魚 這樣就會加速它死亡 然後記得 淡水魚完 你盡量可以適當的打氣 並能造成一些缺氧的情況 再來是缸子的處理 因為缸子裡面一定還有一些軟跟幼蟲 如果單處理魚肢 只是治標不自然 到最後還是會一直附髮 所以我這裡分成三種處理的方法 可以供大家參考 如果還是會擔心的話 也可以搭配一起使用 然後因為上面說過 軟的孵化時間大約是 四到六天左右 所以處理大概就是抓一個禮拜 比較保險 第一種簡單粗暴 就是全缸直接過淡水 讓淡水一直循環 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種 就是提高溫度 貝銀燈西蟲的軟 其實不耐高溫 30度以上幾乎就不太會孵化 再來第三種是我看到相關文件介紹了 就是蟲卵幾乎都是在白天孵化 很少在晚上孵化 所以也許可以利用照明 來控制蟲卵的孵化程度 這是我猜想 也不一定正確 就供大家參考看看 日常的預防 就盡量小心一點吧 天然海水要過濾靜 盡量減少魚汁的密度 然後可以搭配一些生物像是飄飄啊 清潔蝦 也會有一些生物防治的作用 但是效果有限 好了 那我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在收看的你們都有所幫助 那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集見 掰掰